女人红着脸给你四个信号 就是暗示你进宫 一定把握住了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的时候 每个女子都非常腼腆 总是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不敢去大胆地追求爱情 并且那个时候的女子 根本就没有一点地位 总是在父母的安排下 和男子结婚 像这样的爱情 女生根本就不会幸福 可是现如今 随着时代的不同 不仅男生非常的奔放 女生也是如此 她们总是会在遇到 自己喜欢的人时 就勇敢地去向那个人 表明自己的心意 因为她不想 也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被别人抢走 以下是一个女生 红着脸给你暗示的 四个信号 如果你能够体会她的意思 那么一定要好好地把握住机会 一 带你去她房间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的时候 女子的房间是不允许任何异性踏入的 这样只会让女方的家里觉得丢人见眼 从此在邻居们面前抬不起头 可是现如今的女子非常的豪迈 根本就不像过去那种女人 害羞 她们总是会和男人交往不到很长时间的时候 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带入自己的家中 然后再带到自己的房间 和她慢慢地发生一些性关系 像这种女生 其实是在暗示你 让你对她进攻 只要你主动 你们两个人就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男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一定要顺着女人的意思进行下去 日后你会发现 你们两个人会生活得非常甜蜜 往往机会是自己把握住的 对你的安排非常清楚 当一个女生暗恋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把你的时间安排了解得非常清楚 并且她总是会和你身边的那些朋友 把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可是在那个女人心中 她却知道你进攻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像这种女人 她之所以会对你这么上心 其实她是在给你一些暗示 只是她因为胆小害羞 害怕自己向你表明心意之后 连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她只能通过这种方法 让你猜猜中她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 对你做出这么信心的事情 那么你一定要处处留心 并且要学会主动一些 这样才能够让你和她进一步发展 并且像这种女生 在你们结过婚的时候 她对你的父母 以及你的亲们好友都非常的上心 三 对异性非常坏 但是对你的态度却很温柔 我们都知道 在爱情中 往往女人是最受伤害的 因为她们对待感情非常的投入 一旦陷入爱情中 就无法自拔 她认定了那个男人之后 就会一心一意对她 不管对方选择粗鬼 还是对她实行家庭暴力 可是这个女人 她仍然选择默默地陪在她的身后 她相信总有一天 这个男人能够明白她的六心两苦 然而像这种类型的女人 她们往往在自己相爱的男人的面前 表现得非常温柔 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同时也非常受男人们的喜欢 像这种女人 她就是在给男人一种信号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懂得 真心女人的男人 那么遇到了 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因为在茫茫人海中 能够遇到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 真的不容易 相爱的人不容易 相爱的人能够走到一起 就更不容易 每个人都会在结过婚的时候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然而像这种类型的女人 她们从认识你是什么样子 到最后她都不会变 四 经常关注你的朋友圈 当一个女生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不敢正面去面对那个男人 而是通过那个男人所发的朋友圈 去关注她 每当那个男人把消息发出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女生就会成为一个秒赞的人 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去评论你的说说 她并不是整天爱玩手机的人 只是她觉得自己心爱的人的一举一动 她都要第一时间知道 像这种女生 她其实是在暗示男人 你一定要对她进攻 如果也和这个女生相爱了 之后你会发现 她非常的散解人意 总是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默默无闻地陪在你的身后 对你竖起大拇指 经常会在你难过的时候 她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 像这种女生 她就非常的适合过日子 以上就是一个女生 想和你发生关系 所表现出来的几个信号 如果你想要找一个 懂得过日子的女人 那么一定要找以上这四种 因为她们会在婚后的时候 能够很好地处理婆媳之间的关系 并且还会和你的家人友好相处 从来不会让你在工作的时候分心 感谢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